神的道路 高過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過人的一年 她的心裡有藍圖 她的時間不錯誤 一步一步 我們要思想的課題是 做愛慕主道的人 做愛慕主道的人 請我們打開聖經 新約聖經 路加福音第十章 路加福音第十章 我們看第三十八節至四十二節 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八節至四十二節 找到 請聽我讀出來 他們走路的時候 耶穌進了一個村莊 有一個女人名叫瑪大 接她到自己家裡 她有一個妹子名叫瑪利亞 在耶穌腳前坐著聽她的道 瑪大事後的事多 心裡煩亂 就進前來 說 主啊 我的妹子留下我一個人事後 你不在意嗎 請吩咐她來幫助我 耶穌回答說 瑪大 瑪大 你為許多的事吃力煩惱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瑪利亞已經選擇的那上好的福分 是不能奪去的 在這段經文裡面是記載一件事 希瑪主耶穌帶領門徒曾經經過了一個村莊 然後他們進入那一個村莊 就遇到有一個女人名叫瑪大 然後瑪大就接主耶穌到她自己的家裡 然後主耶穌到了他們家裡的時候 瑪大有一個妹子名叫瑪利亞 她就很渴慕主耶穌來到她的家中 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她就坐在那裡聽耶穌講道 當她坐在那裡聽耶穌講道的時候 瑪大做大姐的 她反而並不在意聽耶穌講道 為何呢 因為她一心想服侍耶穌和門徒午餐 所以她就在廚房裡面忙得不得了 她事物繁忙 內心太多的事情忙的時候就忙得內心急透了 於是她跑出來 對耶穌說 夫子你留我的妹子一個人在這裡做事 我的妹子可以在這裡聽到 你留我一個人在這裡做事 你不在意嗎 她的意思是說 我的妹子不理我 就這樣聽到而留我在廚房裡面 她說你不在意嗎 沒想到主耶穌反而回答她說 請留意四十一節 耶穌回答說 瑪大瑪大 你為許多的事失利煩惱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瑪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 是不能奪去的 在這裡 主耶穌論道 有一個福 稱為上好的福 這一個上好的福分是什麼呢 怎能做主眼中有福的人呢 真正上好的福分是什麼呢 主耶穌告訴我們 是瑪利亞已經領受了 而所領受的這個福分呢 就是安靜坐在主耶穌的腳邊 領受主所講的話語 翻句話說 上好的福分 就是安靜在那裡聽到 誠心在那裡領受主所講的話 就是領受神的道德的人 是捲捲上好的福分 這也是今天我們要思想的課題 做一個愛慕神話語的人 才是一個有福的人 才是一個捲捲上好福分的人 有人可能說 馬大有什麼錯呢 因為馬大他一番好意嘛 耶穌來到他的家中是客人嘛 他就要忙得不得了 又加上十二個門徒哦 十三個人來到他的家中 這十三個人到他家中要吃飯嘛 所以他在廚房裡面 忙得不得了 服侍耶穌也是理所當然嘛 屬耶穌 並沒有責備他 但是也沒有特別欣賞他 耶穌反而欣賞那位 坐在他面前的馬利亞 外面來看他不需要做事 好像很舒服 但是他卻抓住那個機會 在那邊科目主所講的道 好像主有一點不公平 不一點都沒有 主耶穌在那裡怎麼說呢 他說馬大馬大 你為許多的事 失利煩惱 裡面內心很焦急很煩惱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 這件事是不可少的 犯規法說主耶穌連吃飯都可以少了 但是這件事不可少 就是傳講神的道 若是你留意主耶穌 在師父音裡面 所表現的榜樣 你就會知道 在主耶穌的心中 傳扬神的道 是十分要緊的 他曾經帶領门徒 到曠野休息 因為他終日傳道 幾乎沒有休息的時間 他帶領门徒到曠野 休息一下歇一歇 結果沒想到 即可的人群 一聽見主耶穌和門徒 推到曠野 就四面八方的 不夜而同的到了曠野 當耶穌一出來的時候 幾目看見許多的人 又再次怜悯他們 又傳講神的道 講道太陽下山的時候 另一處聖經讓我們看見 主耶穌有一次講道 他講道 連飯都顧不得吃 他是為了傳講神的道 是那樣的付出 是那樣的青島 那樣的忠心 我們再想想看 現在主耶穌是專程 到了伯大尼這個村莊 而專程到了馬利亞的家中 是為了把神的道傳出去 他內心所渴望的 是他們領受這些道 而馬大 他內心所想的 是如何招待耶穌 讓他吃得好一點 用意是好的 但是呢 卻不是摸著主的心意 主耶穌是神嘛 即便沒有一杯午餐 他可以五秉二移 就掰開一架五千人吃飽 即便不吃啊 主都不在意啊 因為主所在意的是 把神的道傳開啊 所以有一次 主耶穌在雅各井邊 等候門徒進城買食物 當門徒食物買來了 主耶穌反而不吃啊 為何 因為 撒玛利亞和成的人 因為那個婦人的見證 和成的人都跑出來了 主耶穌固不得吃飯了 他說 我的食物就是遵行 拆我來者的子役做成他的功 他就把握那個良機 把福音傳給和成的人 我們看見主耶穌是這樣 所以他專程來到博大里 不是為了吃飯啊 為了吃飯他到其他地方都可以吃啊 他專程來到 南洋眼的路程來到 就是為了把福音傳出去 為了把神的真理傳出去 所以馬利亞摸著主的心 若是一個個都跑到廚房裡面去 那主耶穌對誰講道啊 主要把神的心意啟示出來 對誰啟示啊 所以我們看見 馬大他想招呼耶穌是好 用意是好 但是不是尚好 所以主耶穌在這裡說 馬利亞拣選是尚好的福分 你想服侍主是好 還不是尚好 尚好是什麼 尚好是先領受神的供應 領受神的話語 所以馬利亞她是先坐在主的腳前 領受主話語的供應 當她領受了 主非常的喜悅 所以主稱讚說 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馬利亞已經拣選那尚好的福分 是人不可能奪去的 什麼叫尚好 什麼叫尚好的福分 在主眼中尚好的福分 還不是你在外面為主做多少 第一個尚好的福分 還是你先享受主 你先把主的話 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裡 然後才去服侍主 因為若不是你先把主的話 豐豐富富存在心裡 你就這樣貌然服侍主呢 就會產生兩種情形 第一種情形 沒有主的供應來服侍主 就會像馬大 裡面發牢騷 裡面很多的過不去 因為當人在亞當裡 就是在我們原來的救人裡面 要來愛主服侍主的時候 有時啊 一面服侍一面在那裡受傷 一面服侍一面在那裡埋怨 但是若是當人先領受主的話 讓主的話充滿 他在那裡服侍的時候 越服侍越有神的恩典 越服侍越有神的愛 越服侍越把耶穌基督彰顯出去 因為主就是這個生命的源頭 所以离老主來服侍主 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啊 這個服侍不會偿命的 很短的 离老主來服侍主啊 很快就像馬大那樣 一下子的反應就是馬大那樣 所以多年來 在教會裡面 我曾經看見 啊有的肢體 他起初一熱心起來 啊我要服侍主 非常好 但是由於他熱心之後 不是科目主的話 不是讓主的話 風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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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 像受伤那样 其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先让主的话充满 所以亲爱弟兄姊妹 我们要先卷选那上好的福分 做玛利亚那样 把主的话存在心里 然后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侍奉主的生活 难怪后来玛利亚可以把自贵的真拿大香稿 倒在耶稣的身上 因为他实在在神的面前 他是先领受主丰富的话 再说一个侍奉主的人 若不是他先让主的话充满显得上好的福分 他就很容易怎样 他就很容易热心起来 照着自己的意思偏离神的旨意 这种的侍奉变成是突然的 正像昔日在犹太人当中 在主耶稣降生的那个年代 发力赛人表面上看蛮热心的 他们走遍海洋各地勾引人路教 蛮热心的 但是主耶稣怎么说呢 主耶稣说 这百姓用口亲近我 心切远离我 他们把古人的遗传当成道理教训人 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的 为何拜神是枉然的 拜神是枉然的 这是很严肃的事 若是你花很多时间在那边热心奔跑 以为是侍奉神 岂不知是枉然的 那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保罗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保罗还没有信主之前 他叫扫罗 他曾经说就在历法上的预说 我是无可指责的 他是元首祖宗的遗传 在加玛列门下毕业 谨守法利赛人的规条 照着他们祖宗严禁的教派 成为极限分子 援守这些遗传 然而 有一天 他却在那里逼迫教会 残害圣徒 直到大马色的路上 他准备到了今天的叙利 他那一边去捉拿基督徒 结果就在路途中 主耶稣向他显现 从天上有声音对他说 扫罗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因为那一个大光 世面照着他 扫罗眼睛瞎了 外面的眼睛瞎了 里面的眼睛开起了 后来神也医治他 他眼睛也好了 从那一天开始 他说我故此不能违背 那种天上来的意向 原来他自己以为是有看见 岂不知却是心灵瞎了 有一天 他从神的话语一面门开起 原来他在自己里面热心的时候 反而在逼迫主 在逼迫主 有一天门开起的时候 他反而是为主受苦 那是多么的不同 所以当一个人紧紧热心想服侍主 还不够 这是好 但还不是上好 上好是什么呀 是他不紧热心爱主 他是 爱慕主的话 把主的话 丰丰富富存在心里 这样他的侍奉 才不会把世界带到教会里面 才不会照着世界的方法 人的想法来侍奉神 会照着神的话语的原则 照着神话语的规条来侍奉 就像昔日神对摩西说 你要谨慎 所建造的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建造会幕 一点一地都要照着神指示的样式 照着神的话语 所以今天我们服侍主 若是不是先拣选上落 否则不然把主的话 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我们就很容易 以世界的样式来侍奉主 偏离神的心意 所以亲爱的兄弟兄姊妹 爱慕主的话 装备主的话 对一个侍奉主的人 太要紧了 我记得我蒙昭的时候 那是好多好多年前 当时还年幼 蒙主呼召 我从宋上节的传记里面 看见在中国历史上神所重用的仆人 他怎样 是曾经因着神的主宰 他用了一百九十三天的时间 将圣经用四十种不同的方法 读过四十遍 平均还没五天就读一遍 新就业圣经 当时我看见这个见证很渴慕 然后我在主面前说 主啊 我是一个一生奉献给你的人 我要侍奉你 我就要赎你的话 然后我向主力印证 我说主啊 我是一个天生没有记性的人 记性是很差的 因为我比较喜欢读理科 不喜欢读文科 背的我最怕 但是为了侍奉主 我说主啊 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你的里面 记忆也是你所持的 那我向主求 长发短说 后来就这样凭着神的印证 神的恩典 借着祷告 就经历了主所行的神迹 在短短十一个月里面 每天用一小时的时间 背一张圣经 十一个月的时间 就把整本新月背过一遍 并且是默想每一张 好多好多遍 那段时间 还把就业许多重要的经文 都背下来 虽然事到今天 已经经过相当长的年龄 很多都要忘 要一张背出来不可能 但是任何一节在新月里面一提 就知道上下文大概讲什么 自然知道里面的结构是什么 所以我常常感谢神的恩典 我知道这些都是神的恩典 对我来说完全是神的恩典 但我要讲的是 若是我们晓得科目主的话 实在是卷选上好的福分 玛利亚她爱慕主的话 她把主的话 风风风风存在心里 主耶稣称赞说 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因为玛利亚已经减审上好的福分 什么叫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呢 半句话说 所有神的恩典 真正爱主的就是要爱主的话 所有要服侍主的 就是要爱慕主的话 这是不可少的 在神来看 我们不可服劣了她的话语 若服劣了她的话语 爱她在哪里呢 所以这是不可少的 是不可服劣的 也是上好的福分 耶稣说 是人不能夺去的 为何不能夺去呢 因为玛利亚听了主说讲的道 她领受的就是她的 别人不能代替 不能取代 不能夺去 不可能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 需要卷选上好的 我们都要侍奉主 侍奉主也是上好的 但是我们是先让主充满 才来侍奉她 先领受主的话 才来服侍她 这样才能照着她的心意来侍奉 而不是照着这世界的风俗 这世界的所有的潮流 照着人的想法 不 是照着神的话 按着神的心意 圣经里面记载 有一个人名叫大卫 他能够成为和神心意的仆人 因为他的一生爱慕神的话 很了解神的心意 所以他曾经写一篇的圣经 是全本新旧业最长的一篇 就是诗篇的一百一十九篇 整篇圣经都是论到神话语的丰富 有二十三段 每一段都是论到神话语的丰富 他是一个一生爱慕神话语的人 因为他的一生爱慕神的话 所以神喜也神卷选他 神与他同战 圣经说大卫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都与他同战 使他得胜 在他传奇的一生里面 你看见神与他同战 在他所走的路上 满了神的祝福 就是因为他爱慕神的话 所以有一天当他做 以色列一国之军的时候 他是带领整个以色列国 归向耶和华 在大卫的时代 以色列人对神的认识 圣经说 那是认识耶和华的自私 像水充满海洋一般 大卫写了很多的诗篇 把神的道变成诗歌唱出来 家一副小 人人皆知 在大卫执政的期间 他是那样把神的道发扬光大 以色列人家家户户都看重神的立法 就是因为神得到一个爱他的人 爱他话语的人 那我们听一听大卫自己的见证吧 他说诗篇第一篇第三节 为喜爱耶和华立法 昼夜思想的 这人便为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之 夜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 谁是有福的人 为喜爱耶和华立法的 在大卫那个时代 他们只有旧业圣经的立法 摩西五经 所以立法表征圣经 就是为喜爱 圣经神话语 这能变为有福 什么样的福呢 圣经告诉我们 他要像一棵树 栽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之 叶子也不枯干 我们知道一棵的果树 若是他栽种在一个干旱的地方 不仅说不能结果子 连叶子都掉光 枯干 生命都维持不了 但是若是种在溪水边 即便外面有艳热的阳光照射 气候十分干旱 但是因为他在溪水边 他的根就伸到溪水的地方 溪水就成为他的供应 源源不绝的供应 外面虽然有太阳的暴烧 这个暴散下来的时候 是令他枯干 但是为何不枯干 因为有溪水供应 叫他不仅不枯干 反而是按时候结果子 果子是象征着基督徒 活出生命的表现 就像圣经所结的果子 圣经说是仁爱喜乐和平 仁爱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节止 这都是圣灵所结的果子 今天我们若是爱慕神的话语 常常思想神的话语 神的话在我们里面 就成为我们的供应 就像溪水那样供应我们 叫我们无论深处在 何处何事何地何景 都能够按时结果子 在寒冷的冬天里面 照样可以结果子 在这一个艳热的夏天 也可以结果子 在任何的季节都可以结果子 犯迹法说 在人生不同的记忆里面 都可以结果子 即使来说 在这一个罪恶引诱的世代里 果分别为圣圣洁的果子 然后在面对别人在那里攻击的时候 即忍耐的果子 然后面对许多需要的人 即爱心的果子 面对这个人生道路亨通的时候 即谦逼的果子 与人相处的时候 即和睦的果子 然后随时随地 无论得失不得失做 结束传福音的果子 救灵魂的果子 然后任何时候都结束 赞美神嘴唇的果子 如何能够成为这样有福的人 我们必须是 祝业是想耶和华礼法的 像玛利亚那样 坐在主的脚前 拧受主的话 所以亲爱的兄姊妹 在你的生活里面 天天的灵修不可缺少 每一天最少读一章圣经 不可缺少 然后有机会 发点时间 多读一下主的话 科目主的话 你要蒙主充满 你要卷选上好的福分 天天都卷选上好的福分 千万不要说我没有时间 许多人有时间 看很厚的报章 没有时间看一章圣经 说不过 但愿我们是科目主的话 然后我们的一生 原来基督徒的人生 是接果子的人生 教神得到荣耀的人生 是有价值的人生 是有福的人生 但愿你和我 都成为有福的人 好 时间关系 我和你的分享 就停在这里 验神祝福你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他必将能地道教训我们 我难以养心 和你的道路 因为是会被主于西安 耶和华的愿意 耶和华的愿意 必须耶路撒冷 耶和华的愿意 我难以养心的地道